小口有点意思 走路蛮甩的 大家好 我是马清伟 现在是一名 刚刚高三毕业的学生 所以你刚参加完高考对不对 其实我没参加高考 那你考上大学了吗 我要是没考上大学 他能叫我天才少年 所以你上的是什么大学 就是是这样子 因为我高二的时候参加了 评过中学生物理竞赛 那当时拿了金牌 而且就当时入选了国家集军队 所以就现在保送到了 清华大学的交叉信息研究院 就是大家所谓的摇班 保送了 所以人家不考 就说你聪明嘛 对不对 要的就是这句话 对了 不用怎么学习 就可以考高分 是不是 也不能叫不用怎么学习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能够把玩和学 比较有机结合的一个人 比如说我平时 我还玩狼人杀 那狼人杀里实际上也是有很多 就是你们大家会觉得是菜的部分 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些概率学的问题 比如大家特别爱玩的王者荣耀 那对我来说就实际上里面呢 有很多一些小的细节 还是有很多包括比如几何学啊 或者之类的一些的问题在里面 那你在玩王者荣耀的时候 怎么样就采用这种几何学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就是小米姐是我放英雄 现在好哥是敌方英雄 对吧 那我们这是一个solo的状态 假设你有个板砖 你先要往他身上砸 板砖 这不是板砖啊 没事玩我也差不多 反正都一样 就是他有个技能 我的攻击力很强的 不四板砖 剩四板砖 图上画一下 这个点这是我们的小米姐现在的位置 这是好哥的位置 这是他们的连线方向 他这中间是四米 然后好哥可能在往这个方向跑 这个的夹角呢30度吧 那么它有个速度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五米每秒 现在小米姐现在要扔他的玩偶 他往哪个方向扔 才能精准地扔到好哥呢 假设他的水平速度 会是一个十米每秒 跑到这儿的时候 小米姐刚好扔到这里 自己刚好撞到了 他不经过了时间T扔到 在这里呢 我们假设好哥 他不会因为你扔了个东西 而转个方向 我就是个木头 那么的话呢 这段距离应该是五倍的T的时间 因为是VG嘛 这段应该是10T 这样的比例关系应该是1比2 那么我们用下这些地理 我们知道这个是150度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叫做 Sine 150度 除以10T会等于Sine 我们假设这个角是5 Sine 5除以5T 那么的话你会得到 5是等于ArcSine四分之一 估算一下应该是 15不到一点的一个值 我要转多少度对吧 对 转多少度呢 转15度 3 他肯定打不中我 1 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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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他肯定打不中我 打不中我 这真是一个无聊的游戏 转着为什么好和觉得无聊吗 因为不让他躲 但是我们在实际游戏里面 实际上 一般来说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时间 是0.2秒的时间 到1米左右的距离以后 他就反应过来 后面有个人砸他 所以他就会往一个别的方向去跑 所以我们他经过一段时间 他应该会分布到 以他为原型的一个原理面的任意的点 都是有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在原理面的一条弦 一定是直径是最长的 所以最大概率实际上应该是 通过我这个点到 它这个原型 这条直线的方向 才是我能最大概率 扔到好个的方向 这段距离是1米 这段距离是4米 我们现在要算这个角度 这个是150度 首先先算这个长度L 你会发现L是等于 类似什么 刚好下4平方加上1平方 加上2乘1 4乘1 1乘1 2分之3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算这个角度 5 这个5应该会等于 还是一样的 5乘1会等于sign 150度 除以为聊 我们可以解读 这个5等于Rsign 2L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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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下来呢 5应该会等于 5.7度 你往哪跑都撒得住 不可能 我这个人不是个呆子 哦 是吗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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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太准了 你怎么打得这么准呢 这道题的解释 您好就是个呆子 求证完毕 谢谢 追上